你覺得還好嗎 對著山谷頻頻呼喚 因為一輛雙災機車 行進台八線自撞護欄 護坐乘客竟然直接 摔落30米深山谷 人掉到下面去了 直接掉下去了 事發在23號上午 台八線166公里處 年輕男女一行六人 騎乘多步機車出遊 其中離心女子 載著無姓男子 卻失控自撞路邊護欄 導致無難當場摔下山谷 警方接護報案後 立即通知救難人員 已判驗及審索救上來 兩人送往慈濟醫院救治 無難則是重傷 住進加護病房 女騎士送一號 卻發現自己手機不見了 同行友人 沾姓男子便無照騎乘 重機返回事故地點尋找 行進台八線177.2公里處 不明原因在隧道內逆向 迎頭撞上滿在35人的 大型遊覽車 導致擋風玻璃當場爆裂 騎士沾男左側腹部流血 多處擦錯傷 而車上科興駕駛 及陽性領隊 同樣也被玻璃刺傷 原本一行人開心出遊 卻是事故頻傳 先是自撞護欄 摔落山谷的無難送醫 搶救後宣告不治 又發生隧道內逆向撞撞 遊覽車造成三人送醫 也讓整趟旅程變了調 心情進一趟旅程變成三人送醫 刺激